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就是在数列上比较小的型号 那它实际上呢是对应了长安一个传统的汽油车嘛 它应该是从一达上面同门而来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大灯就是源自于一达 但是它的这个前脸已经不一样了 既然新能源车嘛 它有新能源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前脸嘛 然后让它封锁吸收也可以降低一些 油耗肯定也能降低了 可以看到它的进气呢是在靠下面的位置 来形成了一个比较科幻的外观 另外呢就是这个车它整体的这个造型 包括大灯也是延伸到了机盖比较靠后的位置 整体还是挺有样子的 这辆车呢它和一达是同门 但是它的动力系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当时一达使用的是那个1.5T的蓝晶动力对吧 那这个车呢它还是1.5V 但是是一个阿德金森循环的自然机器发动机了 然后再加上混动的电动机 那形成了一套非常非常高效的混动结构 号称它的WTC油耗只有0.98升 不到一升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存在了 它是110马力的发动机 158千瓦的电动机 0-100加速只需要6.8秒 它的轴距呢和一达一样都是2765毫米 所以车里的空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它里面呢是一台18.99度的电池 能够纯电行驶145公里 当然你可以通过插电来让它当成一个纯电动车来开 同时呢它也可以有3.3千万的外放电 算是一个比较全能的结构了 这辆A05的尾部我觉得是它比较好看的一个角度 它有一个大大的溜背的后风挡 再加上一个翘起的压尾后尾腔盖 就显得特别的动感像一辆轿跑 然后它的尾灯也是和大灯进行了一个呼应 是一个特别好看的造型设计 另外在后面呢还有一个高高的像鲨鱼旗一样的一个高位刹车灯 据说里边有14颗LED亮起来亮度还是很不错的 那这辆车呢其实不只是它的外形不错 其实也是植入了一些比较高级的功能 比方说据说它的电机有一个叫做十层的扁线油冷技术 来提高它的效率 那辆车呢也支持一个哨兵模式 就是在停车的时候来防止有人去动你的车 再有呢它也支持一些手机解锁来按钥匙这样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内饰有什么高科技 这辆起源A05的内饰可以感到它还是挺有那种新能源车的风格的 黑白双色挺搭调的 它是一个直通式的中控台 中间在集成了空中的出风口隐藏在里边 还有它的放动盘可以看到不是圆形的 这个玩意儿其实没有看上去的这么不好用 这个行驶部分我们待会再说 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迫不及待想要给你们讲的一件事 来再说它的座椅吧 它的座椅是一个这种集成头枕的运动座椅 而且它的座姿包裹还挺不错的 带电动可调那肯定的 而且它的这种舒适性我觉得也算是很不错的这么一个设计 那它的车机显示部分呢 这里是一个10.25寸的屏在中间 其实位置还挺高的 虽然它没有HUD 但基本上你的视线不用歪太多 就能看到很多的行车信息 这里呢是一个13.2寸的屏 而且它的操作呢还是挺流畅的 我这儿现在是地图导航对吧 而且它这儿还有一个360度的一个圈景影像 可以看车的各种各样的角度 就这块屏幕其实我还没有太多的去操作过它 因为很多事都通过语音能解决了 它本身语音套科大驯飞的系统 我们只要唤醒它 你好小安 打开主驾驶车窗 我忘了下的雨呢 你看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能够通过语音去解决了 它本身的这个识别呢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稍微吃猫求疵一点的就是 我希望它如果能对这种连续的语音能够一直识别 或者是不需要唤醒直接去能够叫它做什么事 可能就更有意思了 所以这辆车呢在这里中共台 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这种木门的设计 中间呢还有一个这种就像是悬浮式的 像游艇坐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内饰的设计科技感都有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后排空间做的什么样吧 坐在起源A05的后排 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比我们想象的真的要大很多 前排按照我的坐姿1米76身高调好位置了 我腿部这里还能有两拳多一点的空间 它坐底这有一个凹陷 所以我腿能有挺大的一个活动空间的 另外中间的地毯呢也比较矮 所以基本上我是能用一个特别舒服的姿势 想怎么待着都可以 把腿伸过来也行 反正后排呢 如果你要是就做了两个人的话 空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宽裕 座椅呢还是这种真壁缝线的设计 它从视觉上和坐起来的舒适度 包括后边的这个清洁脚 都是挺不错的这么一个感觉 它在这里呢有一个空调的出风口 还有呢Type-A的充电 对了它的空调还有一些很人性的设计 除了有新方系统来进行一些车内的净化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设计就是当你关机走人以后 能够去自动的去把空调蒸发箱的水分吹干 来防止车内的有一些异味啊污染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用心的 那接下来我们开起来看看吧 好的在开车之前 我们先来设置一下它的驾驶模式 这辆车呢它是有汽油机有电动机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它的工作逻辑 我们在驾驶模式里边这里边有你看有纯电 就是那145公里插满了当纯电车开 混动就是汽油机去介入 然后这里还有两个智能的模式 智能场景智能驱动 就是由车辆的电脑去自动的决定 什么时候用哪个 我们呢用一个比较老派的方式 我们用混动 因为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一些自定义选项给你们介绍 那这里有节能舒适运动 就是三种驾驶模式 来适配我们不同的一个动力响应 然后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动能的回收 就是较弱标准较强 我自己比较喜欢较强的 所以我就搁在墙上了 然后底下呢还有车身稳定系统 这个我们就别关了是吧 在这里就差不多这些了 然后上面呢就是有一个能量流 就是我们希望的能量 当车辆停车以后在哪儿 我们先放在50上吧 就假定我们到目的地以后 还需要拿它去外控电 吃个火锅什么的是吧 好的那底下有插电的这块 先不用管它了 那其他的部分就先不动了 上面我们保持这个能量流的这个图像 我们可以随时看到它的工作状态 现在呢 纯电续航是52公里 我们挂档出发 在雨天里边是这个车挺有意思的 就是 就感觉它真的是给你提供了一个遮风 避雨的场所 而且呢就是会感觉到一种 一种由衷的幸福感 那现在先我们说一下它的一些 基本的它的操作的逻辑吧 这辆车呢是混动的没有错 但是以我刚才这一路开过来的感觉呢 就是它在大部分时候还是尽可能的去使用它的电动机 对就是它是一种真的非常非常高的一种节能有限 比如现在我们走起来 我们把车速提到差不多五六十公里 它的动力的响应真的很不错啊 6.8秒的加速 我知道 你看看多贴心 就是它的这个动力真的我们不需要地板游去体验那个6.8秒 但是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加速的这种感觉 在这辆车上你会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合拍啊 它不是那种很野蛮的那种高高动力 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去适应 但是呢又没有说弱到了就让你开着着急 真的是刚刚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现在呢我已经开了混动模式了 但现在汽油机根本就不管我 现在就是一个纯电动的行驶的状态 那现在呢我已经走出来啊 将近一公里的这个路程了 那它整体就是一个啊 纯电车的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我特别喜欢的它的这个驱动的一点呢 除了它的动力响应以外 就是它的动能回收 你记得吗 刚才我把动能回收已经切到最强了 那很多人都不会这么干 是因为怕一收油 它的那个突然间一减速 让开车的人坐车的人都难受 那在这辆车上呢它不会 比如说现在我把油门踏板 电门踏板突然间完全放开 它车辆并不会马上减速 而是用差不多两三秒的时间 逐渐的去把这个动能回收给叠加起来 就像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那种老司机 去逐渐的去把杀着踏板踩下去 就让你觉得是一个特别舒服的 这么一种动能回收的状态 所以整体来说呢还是 我觉得长安的工程师调教的这个车 还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 那在一些智能价值方面呢 这辆车也是有一个主动车道保持 这种自适应巡航 它也能够去帮助你提醒一些 可能的车道偏离啊什么的 还是比较贴心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 它哪适合年轻人 我们从数据上可以看到 这辆车有多大马力啊有多大空间啊 有什么什么续航什么的 刚才我们聊了挺多了 那现在有一点你们想不到的 也是我在开之前没有想到的 就是这辆车的底盘调教太适合年轻人了 简直开起来让人就是很惊喜的那种愉快 你看现在我们在直线上行驶 你会感觉其实它比较安静 但是路上的这些小的起伏 我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到一些 因为这个底盘 它好像比起舒适性来说 是更多的把路面的信息给你传达过来了 因为实际上它的弹簧的棒数 调教的还是挺高的 它的阻尼是中 算是一个中等偏高 所以就造就了一台 它其实是一台前驱平台的一个运动化的产物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变个线 车辆是非常四平八稳的就把这个线转过来了 但是如果我稍微快点去变线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用很小的侧倾很迅气的车头 而且车杯也是去主动的帮助车辆去转弯 去来改变这个线条 刚才我们来的路上还经过了一段山路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这给我开的感觉特别是爽 这辆车就好像是一个那种 就真的好像是一台后驱平台的降跑的那种底盘的感觉 整个在弯道里都是趋向于平衡的 我甚至尝试了把这辆车去逼近它的轮胎极限 它的车尾刚一开始会稍微的沉一点 但是当我去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去转方向 去让车持续的在高速玩里走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前后50比50的这么一种附着力的感受 非常忠性的去帮助你去拐过一个玩 所以正在看这个视频的年轻人们 就是如果你想找一辆就适合你自己的这种 就是你可能人生的第一辆车 或者是带着你全家去旅游去玩 自己开着也能代步的车 你一定要去试试这个起源A05 就是它能够在弯道里给予你一个 你绝对意料之外的一种驾驶乐趣 那接下来就说到方向盘了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不圆的方向盘 其实并没有会起到什么负面的作用 比方说现在你看我们在转一个右弯的弯道 我轻轻的转过来 它的转向的力度是比较轻度适中的那种 你就感觉像四辆拨千斤一样 就带着这样的车就转过来了 侧倾非常小 座椅的支撑非常好 而且车辆就是以一种 刚才我说的运动车的平衡性 帮助你去拐过这个弯 我不知道以后 这个长安会不会给我们安排一个赛道的试驾活动 我觉得如果我们去赛道里边 把这个起源的底盘去更深挖一下的话 那真的可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那个点 其实在这次来之前的时候 我没有去太兴奋 就知道拍一辆新系列的环保的车 家用的车而已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它在这些家用的这些东西的基础上 很意料之外的来设计出来一个年轻人喜欢的运动化的地方 对吧这个可能也是以后我们无法避免的趋势吧 总有一些车要在里边打起这个驾驶乐趣的这个大气 对吧因为这个车如果你开的没有意思 那真的你不如去打网约车了 那这辆车我觉得就是可能未来车型的这么一个代表啊 就是你看它本身很环保很居家 空间也不错 然后一些智能的辅助设施 这辆车卖的也不贵 但是它能够从它的驾驶的这种感受上 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车上非常少有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东西了 这个才是来构建一辆优秀汽车的灵魂 我真正希望长安有机会给我们再预约一次试驾吧 今天这次下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试的太全 如果能有一次在赛道上呢 我们去试一下这辆起源A05的底盘功力 可能会有更多的惊喜 那这次的我们节目先到这吧 希望我们下次节目里还能进到这辆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